第五篇故随后 第六篇故随后 第五篇故随时 大家早安 晚安 一個秀妍的開場 我剛睡醒 今天一個 小小的企劃 廢宅我 要出門相伴這一天 那為什麼不是在我的床開場呢 是因為我家叫貓咪 我在每次晚上的時候都會 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所以我就會來沙發陪她睡覺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沙發的原因 也是為了陪她 這並不是鏡子畫面 摔牙洗臉 準備出門上班的 好衣服喔 我以為我連換衣服都要給你們看吧 no no 摔牙洗臉 好衣服 好衣服 洗完臉完畢 看一下小貓咪在幹嘛 躺在廁所 陪我刷牙 好多次啊我 然後在地方去做臉 出門前想喝個水 到了水之後 先喝的是我家的冒 不是我 今天天氣也是超好的一天 不撐傘 絕對會曬成 我現在黑了 心情好心情就好 因為我是住樹林的關係 所以我去上班都要坐車勞頓的 先搭公車到火車站 再轉捷運 再走一小電路 所以就是一個比較麻煩的上班路程 但我挺享受的啦 因為會滿懷期待去上班嘛 成功到公司 先開吃 這間買的比較多耶 買了一個浴脂鬆 然後關東煮一個蛋 茶葉蛋 還有一小瓶的牛奶 OK 全部吃光光了 我吃的好快喔 超級無敵快的耶 我總之後吃一下 大概幾趴10分鐘左右 不是小豬嗎 對 不一定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趕快去 裝髮了 所以我們等等就 混裝完一切 今天感覺做一個比較日系的感覺 上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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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囉 下班囉 嘿嘿嘿 再來呢 身為一個廢宅 因為今天 就算早上我可能起來 精神 哈哈 大家可能聽不懂 我這一次的影片 到底要幹嘛 那重生一次 我們就是廢宅的一天 難得出門了 我們要把該做的事情 就應該把它做完啊 所以你怎麼會覺得 我就這樣回家呢 那到底 我等一下要去哪裡呢 因為我上班的地點 其實就在市政府這邊 然後工作地點的旁邊 就是成品信義店 然後成品信義店 下來呢 然後有個超方便的 我跟你說 廢宅就是 一天出門 就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乾淨了 然後我到的地方就是 醬醬 進白眉尺 因為我自己還蠻怕做 貼片的 牙齒貼片 就算想美白的話 我覺得貼片會 要摸牙齒 我會有點 不太喜歡 所以就會想要做 比較偏 呃 之家類型的那一種的 美白牙齒 然後像這一家的話 就 我 以前就有做過 然後這一次是 做完了冷光美白後的 保養 我想說就留給 留給這邊來 繼續做後世 這樣子我也可以 確保有一口美麗的牙齒 那我們就進去 看看環境吧 走進來 就有 像蛋型的椅子 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來為我們的牙齒 美白一番 然後連小角落也抽漂亮的 而且它也有直接附地方 可以讓你 在美白牙齒之前呢 好好的先刷刷牙 然後再上藥劑照光 可以把我們的屋子全部去除 而且它現場就會附牙刷喔 但大家切記 如果你自己有 就是旅行用的牙刷組的話 也可以帶來 可以節省一下資源 MING PAO TORONTO 呼呼呼呼 哈! 視頻宅 視頻管理視頻宅 把我們的時間 用得非常的零零進去 而且一用完就可以吃飯 所以我現在要下一步是買晚餐回家 就可以打電動了 開心啦可以直接吃飯飯 完全沒有時間 快樂了 快樂好愛打電動 工作一整天回到家台也开完 装装可以进入睡觉环节 洗澡环节 好但是还是要稍微 做明一下为什么要拍这次的一个计划 因为我好像很少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 然后先用一个比较没那么正式的 我觉得之后还可以再拍一些其他时间点 或者其他类型的一天生活给大家看啦 今天主要就是一个废宅出门工作的一个状况 我们绝对要当个时间管理大西 都已经出门了 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呢 一定要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一次做好 但时间上要分配还是要分配好啦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工作完之后 去做的牙齿 牙齿的店家叫做进百美尺SPA 然后它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照光 然后把你表面上面的残留污渍啊给清洁掉 就算是我们肉眼上看不到 但是它可能会附作在我们牙齿上也通通整理掉 最后是超级方便的啦 因为下班就在离我工作旁边就可以到它的地方 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简单的步骤 而且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 因为你主要就是刷三次的牙 那三次的牙中间呢会照两次的光 那两次的光其实也都是八分钟而已 所以整趟聊天下来 其实说实在的不佳讲解的话 你半个小时绝对都可以做完一个美白牙齿的课程 所以就是你可以在很短很短暂的一个时间点 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如果你有保持住多漱口多刷牙的话 其实这个美白效果也可以持续下去 然后大概就是前面的时间点可以密集一点做 后面的时间点就变成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的一个保养 那就可以把自己的牙齿固固的很好咯 我要当个今天的肺仔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可以按个赞 然后把底下的订阅给它揍下去 好不留心的揍吧 那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接受任何一支新的影片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咯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